Hello各位我是Ringo姐姐 对我从Ringo直接改成晕狗了 是不是比较好记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超级好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六大彩蛋和隐藏细节 这部戏剧情紧凑又写实又共鸣 演员演技还过硬 只有12集 12集你看不了吃亏 12集你看不了上当 没看得得赶紧去看 彩蛋一乔西成演八本魔仙 戏里面三姐妹在家里面开变装趴 你看乔西成着蛋黄的长裙 顺滑的假发 这是什么打扮呢 那我演的八本魔仙 你俩看没看 八本魔仙 八本魔仙演得非常棒 女王大人 不要 乔西成的扮演者周宇童 18岁的时候 真的演过巴拉拉小魔仙大电影的配角 演的是魔仙女王的诱护法 女王陛下 发生了什么事 乔西成电视剧里面的发型跟衣服 都跟八本魔仙一模一样 编剧真是淘气 彩蛋二 既男嘉演太后 既然前面乔西成都在靠私底 演许颜的孙谦也被说向是谦送一 那么男嘉姐这一身太后装是不是也有来头呢 姐你这啥呀 我这啥看不出来没数吗 我都这样了 任素希也确实在电影银河补习班里面演过太后 小银子 我猜猜 这马跑这么快 一定吃了不少草吧 所以我在他乡挺好的这一个变装趴的部分 高度怀疑是演员自己发挥的 就是玩 彩蛋三 谁是马思超 欧阳送喝醉的进男嘉回家的时候 男嘉突然冒了这么一句 你马思超吗 马思超 马思超 你吃点什么 我给你做个面 谁是马思超 你认识吗 我认识吗 哎 我们都认识 颜欧阳的演员就是马思超 彩蛋四 脱口秀大会专场 我看到 丁丁男友出场的时候 哎 王勉 我看到 相亲公司员工出场的时候 哎 斯文 然后我就在脑补 会不会有什么 欧阳的鲜肉 情敌磅礴 健身房教练Rock 或者说 神子唱的前女友赵小慧 结果是没有的 就只有王勉和斯文两位 效果的喜剧演员在客串 彩蛋五 绿油油的乔西成 我在看剧的时候 发现乔西成特别爱穿绿衣服 我一直数着 每一次乔西成出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妈说 又绿了 又绿了 第一季还比较含蓄 只是领口有一点绿色 之后是绿色的帽子 阔腿裤 白T绿图案 豆绿西装 薄荷绿包包 荧光绿衬衫 绿针织衫 绿T绿打底绿 尾衣 连吃个酸奶也要吃绿色的 乔西成起码一半的服装都是绿色的 那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是周宇通本人太喜欢绿色 还是服装师热爱绿色呢 乔大六就看姐妹演的戏 胡晶晶和季男嘉 在剧里面看电视的时候 想要学习一下恋爱技巧 电视里面放的就是 乔西成扮演者周宇通 还有龚俊 演的《从结婚开始恋爱》 而乔西成自己在电影院看戏 也是看的 男嘉姐扮演者 任素希演的半个喜剧 乔西成一直在 任素希的电影对白里面 给客户回短信 这个时候 电影院的屏幕上面 实际的画面 一直都有人素希 只是没有拍出来 如果还发现了什么 其他彩蛋 大家可以在评论留言里面 告诉我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呢 记得要点赞 关注评论弹幕 我是Ringo姐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